电视及收音机前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WTV News正典播报 我是胡平 今天是2019年的2月14日星期四 农历大年初时 来看一下新西兰各大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 持续多热的高温之后呢 奥克兰今日气温有所下降 18度到26度 首都惠林顿呢 今日迎来了多云的天气 气温略低 17度到23度 旅游城市黄后镇呢 今天就比较凉快了 是一个雨天 7度到17度 南岛城市淡尼丁呢 今天也是雨天 气温是10度到19度 好 首先来看一条本地新闻 最新的新西兰房地产协会数据显示 奥克兰房屋的销售中价 在2018年的12月底 和2019年的1月底 这短短的一个月内 下跌了6.3万纽币 从86.3万下跌到了80万纽币 跌幅达7.3% 这是过去35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而这一价格呢 和一年前相比呢 也下跌了2.4% 业内的专家表示啊 12月份和1月份 通常是房价下跌的时候 但是到了2月份和3月份呢 就会有所上涨 因此呢 房地产协会呢 将会密切关注这一步的走势 来判断下次的下跌呢 通常是这个圣诞新年的 假期效应呢 还是显示了更重要的市场趋势 他表示呢 现在判断这是否说明 奥克兰这个房价 这个一路向下的拐点呢 还未是过早 新西兰房地产的这个房价呢 过去一个月内下跌了1.4% 房价的中位数呢 从56万下跌到55万 但是如果和一年前相比较的话呀 这一价格呢 则上升了5.8% 而如果将奥克兰排除在外的话 今年1月份的这个房价中位数 和一年前相比呢 已经上涨了10.1% 从43万上涨到47.3万 好 再来看新闻 这价格尔登呢 成为工党党魁后 做出的第一个承诺 昨天正式宣告 已经无法实现了 那么在他2017年 代替安德利托成为 工党党魁后 出席的第一个公众活动当中 阿登表示 如果工党执政的话 要建设一条 从奥克兰市中心的海港呢 沿着这个Dominion Road 到Montorosco的轻轨路线 这个工程呢 将会在2021年完工 但是这一条轻轨路线呀 是工党竞选纲领当中 耗资150亿的交通改造项目 当中的一部分 但他需要啊 筹集到这笔资金 当时阿登呢 对公众表示说 可以通过地区燃油税来众筹 但是呢 现在呀 地区燃油税确实成了现实 奥克兰人呢 每公升必须负担 十分钱的这个地区燃油税 而这个轻轨路线的 却仍然是空中楼阁 交通部长Fill Trevor周三表示了 政府不可能在2021年前 完成Dominion Road的 这个轻轨路线的建设 但是呢 他表示呀 工程会在明年 也就是2020年启动 Fill Trevor表示呢 他不认为啊 政府是在食言 他变成呢 这次纳阿登作为 这个工囊党魁的承诺 和作为这个国家总理的承诺呢 不应该是一码事 好 我们再把视野转向中国 印度媒体称呀 一些印度媒体的 这个本土的手机制造商呢 这个智能手机呢 曾令该国的这个消费者 趋之若鹜 但是如今呢 他们却在苦苦挣扎 过去几年间呢 这些品牌一直无法挑战 中国智能手机制造商 推出的大量物媒 价廉的高质量产品 当地的这个行业分析师表示呢 中国品牌小米呢 是第一个在印度 进行闪购的品牌 这个概念呀 立即走红 小米也成为了一个 在线的品牌 另一方面呢 像中国的Oppo和Vivo 这样的产品呢 走的是线下路线 在零售渠道和促销活动上 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然而呢 并非所有的中国品牌 在印度都取得了 长期的成功 像乐视这样的一些公司呢 不得不退出市场 而像其他的 像金利啊 这样的公司 则举步维艰 尽管印度是仅次于 中国的世界第二大 智能手机市场 拥有4.3亿多的用户 但是与其他呢 其他国家相比啊 印度的这个市场 善有率呢 是非常低了 在该国的这个 潜在市场用户当中呢 智能手机仅占45% 好我们再把视野转向日本 今天呢 是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在日本呢 从1月下旬开始啊 百货商店 蛋糕店 超市和专卖店等 就大张旗鼓的 设置了巧克力的专柜 非常的热闹 根据这个 日本经济日报网站显示啊 最近几年来 赠送一里巧克力的女性 逐渐的减少 一方面呢 正在增加的是 友情巧克力和自己巧克力 也就是自己吃的巧克力 此外呢 在送给父亲母亲 和有恩于自己的人的巧克力呢 也逐渐的增加 也就是说呀 在过去带着紧张和羞涩的心情 将巧克力送给喜欢的人呢 是情人节的最主要的目的 而如今呢 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成为2月的一项季节性的活动 好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 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胡平 我们下期再见